非美国地区使用美国手机卡的小伙伴来说 eSIM手机卡的优势非常明显 不需要实体卡 不需要邮寄 手机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添加手机卡成功 要如何去把它添加到手机 如何去购买套餐 如何去正常的使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做了一个视频 向大家科普什么是eSIM 因为这次iPhone14发布之后 美国版的所有iPhone手机 都已经没有实体卡 全部都是eSIM 所以这也倒逼了美国很多运营商 纷纷的都推出了非常多的eSIM手机卡 对于想在非美国地区 使用美国手机卡的小伙伴来说 eSIM手机卡的优势非常明显 不需要实体卡 不需要邮寄 手机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添加手机卡成功 简直是为我们中国小伙伴量身定制的 但很多小伙伴对于eSIM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eSIM我买了之后 要怎么样去添加到手机 怎么样去购买套餐等等问题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说我们购买好了eSIM 要如何去把它添加到手机 如何去购买套餐 如何去正常的使用 本期视频是以Dash eSIM作为演示 大家购买完eSIM之后会收到一个二维码 其实目前所有的eSIM都一样 就是一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 点击蜂窝网络 选择添加蜂窝号码 选择扫描二维码或者输入圈码 我们扫描下二维码 这个时候已经扫描出来了 系统正在进行一个识别 大家记住在扫描的时候 一定要手机连上wifi 或者说连上其他的蜂窝网络 如果说没有网络的话 是没有办法添加成功的 这边的话我们点击添加蜂窝号码 点击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边已经有两个号码了 接下来对于eSIM进行一些设置 网络我们选择自动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是国外的卡 所以说我们的数据漫游一定要打开 要不然是没有办法上网的 另外我们要点击蜂窝数据网络 在这边去设置一下APN 大使的eSIM支持用美国香港和新加坡的IP上网 只需要在这边设置对应的APN 就可以切换不同国家的IP 设置完了之后 我们点击返回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 这里现在是没有服务的 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购买套餐 这个卡还没有生效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购买一下套餐 购买套餐我们直接去下载大使官方APP就可以了 打开主页 然后选择去充值 在这边输入卡号 使用区域的话我选择中国大陆 接下来选择套餐 这边的话一共是有两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是天数套餐 上面这四个是有短信字样的 说明是短信套餐 开了短信套餐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张卡来接收注册短信 下面是纯流量套餐 不包含短信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套餐 下面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套餐是不限流量的 但是它每天只有300M的高速流量 超过之后限速是128K 这样的速度的话 看视频速度可能是不够的 但是上网聊天 包括注册网站的话 是完全都能够满足的 下面的话是APN的设置方法 这边是流量套餐 按流量充值同样有短信套餐 就是可以收短信 比如说这个 短信是最多接收125条短信 一年内使用45G的流量 总共是209.99欧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套餐 如果说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我就选择按天数充值 这样的话是比较划算的 点击同意 然后确定要看一下退款规则 如果说买了套餐 但是没有用过是可以申请退款的 但如果说买了你用过之后就不能申请退款 点击确认 下面的话是支持支付宝微信 还有这些银行卡都是可以进行充值的 我这边直接去选择支付宝进行充值 我们直接付人民币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充值完成了 然后我们到这边去看一下 已经连上信号了 目前是中国联通 如果说我们的手机支持5G的话 它是最高可以连到5G网络的 因为这张卡是境外卡 所以说它信号来的会比较慢 大家重启之后耐心的去等待 大概是需要5-10分钟的时间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连上信号了 默认是中国联通的4G网络 我们现在去刷一下网页 百度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速度非常慢 然后再打开推特试一下 推特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打开的 而且速度非常快 没有什么卡顿 比百度还要快 接下来我们去打开YouTube看一下 可以看到YouTube刷起来也是比较丝滑的 点进去一个视频看一下 拖动一下进度条 可以看到它的延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拖动进度条没有什么卡顿 Facebook也是可以顺利的打开的 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视频中演示的ECM 也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 虽然说市面上有非常多的ECM 但是它们的设置都是大同小异 如果大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 Tontalk的会员社区正式上线了 加入会员就能够享受非常多的增值服务 欢迎大家加入体验 首月只需要0.99美元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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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